自乔任良2016年去世 因为喜欢了乔任良八年的粉丝 一直以日记形式坚持给乔任良写信 每一篇起笔都是至乔任良 展现家 诉说一些新史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虽然偶像已去往天堂 总有人在惦记着他 评论区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只要有人记得他就一直在